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NURLM 频道 今日和大家分享她的粤剧人生的就是欧阳剑 欧阳剑生于1914年,出于1961年10月9日 欧阳剑本身是广东省潘如苑的严暴镇人 她是在广州出生,小时移居到香港 在英文学校受教育,读书 她的父亲叫做欧阳若虎,她的父亲也是演戚 在欧阳剑17岁的时候,她就跟了新世伦学艺 满尸之后,就首先落乡,做乡斑 在乡间那里做戏 后来她的演出很好 迅速之间就可以做到 在乡斑里面做到一线的文武生 后来年纪大了,就改为演这个《丑生》 而且还成为了粤剧里面 四大名丑之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 她就好像其他的灵人一样 灵影相妻,就开始拍摄电影 在十年里面,即是五零年代至六零年代 十年之间她就曾经参演过超过一百八十部电影 那么多 欧阳剑她的喜好,就喜欢买一些新款的产品 以及收藏一些精品 她就在尖沙咀的七咸道那里 即是以前兵房对面 就开了一间士多铺 开了一间士多铺 前铺就后居 在铺前面卖东西 就住在铺后面 在1961年十月九日 星期一 早上,欧阳剑就因为 原来她患有胃癌 在那天就胃癌发作 送到她去圣德勒杀医院 但是就救不回 当时欧阳剑还是很年轻的 就享年四十七岁 死后就遗下了妻子梁宝莲 这个梁宝莲本身也是粤剑花蛋 就是欧阳剑去美国演出的时候认识的 除了留下老婆之外 当时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就叫做欧阳寶寶 另外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就叫做欧阳贝贝 围体当日就被送到九龙殡仪馆 在六一年十月十一日 即是两天之后 就安葬去荃湾的华人永远坟墙 在当时她还在拍片的时候 即是在生 她的片集大约是三千五百元一套 为了纪念欧阳剑 和希望帮助她的家人度过一些难关 在影视界红灵界拍了一套 纪念欧阳剑的电影 这套电影在1962年拍摄 和放映的 这套电影的名字叫做春满帝王家 演出的包括一众的 香港一众的红灵、红星 他们全部都是义务地演出的 不收钱的 所有的收入 就交给欧阳剑的围沽 作为他们的生活费 和小朋友的教育费 跟着下来 我们就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欧阳剑她演出过的电影 在这里有记录的 有148部 在这里现在和大家分享 1939年 有医死炎罗王 1940年 就有冷面王夫 赢得清流薄幸明 慈禧西太后等等 在慈禧西太后里面 欧阳剑就饰演这个角色荣禄 跟着1941年 一九四一年演出有《大香里》 跟着就一九四四年 就《齐侯嫁妹》 跟着那几年 都没有演出了 主要因为战事的关系 一路到一九四七年 才再有电影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 欧阳剑就参演了《神妻暮嫂》 他就饰演《方百坤》 跟着一九四八年 就有《广东先生》大破谋人子 那就欧阳剑饰演《吴陈》 然后就一九四九年 有《伦民罪卖彩》 一九五零年 那就欧阳剑也参演的 有《合道黑台行》 《合道黑海堂》 然后是《穷风流》 《英娥杀嫂》 《蛇王》 《五福临门》 和《时嫁夫妻》 然后是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一年 就有《失魂雨》 释演《石斑》 跟着《阿福》 就释演《郑允保》 然后就升官发财 跟着就有《晴困母》 潘安 跟着也是一九五一年 《将军瑞》《情杀假宝玉》 就释演《陆怀书》 跟着就卖错相思 表错情 《指天築地》 《范斗》 就释演《梁保》 跟着是《第七奇人》 释演《孙维明》 还有一套是《歌唱沙三小》 《欧阳剑》就释演《谭亚忍》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欧阳剑》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欧阳剑》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 拜拜